乔治·马丁在《冰与火之歌》中写道当大雪降下 冷风吹起 独行狼死 群聚狼生 狼群作为自然界中以家庭为单位的典型动物 每当到了龙冬腊月 生活在北方的狼会集合在一起 以确保种群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下来 由于狼群中顶级制度非常森严 处于末位的低级狼是没有交配权的 那么它们要怎样繁衍后代呢 这里我们不妨先来了解一下狼家庭的情况 狼是哺乳动物 主要居住在洞穴之中 为了以最快的速度搭建居所 狼通常会寻找水源附近的岩洞石缝等 或者是直接将狐狸野兔等的洞穴强行占据 当然了 狼在找到心仪的洞穴之后 会自己进行装修 比如说寻找一些枯树叶带回洞穴 让自己住得稍微舒服点 解决了住的地方以后 就该搞定吃的问题了 作为顶级掠食者之一 狼生性凶残且狡猾 因为听觉嗅觉都非常发达 耐力也非常强 狼群所能采取的狩猎方式很多 有不少动物都被其纳入到了自己的食谱上 甚至像狗熊野猪这样的庞大动物 狼在食物紧缺时也会展开狩猎 不过这一类动物的杀伤力很强 狼会直接采取车轮战 直到猎物的体力被耗尽 成为自己的盘中真修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狼在白天很少活动 它们是典型的夜行侠 当在夜晚觅食时 狼会发出大声的嚎叫 就像是在提醒周围的猎物 你们的噩梦要来了 因为狼家庭中的成员很多 故而他们需要的食物分量也很大 当得不到足够的猎物时 狼也会展现出自己惊人的耐恶能力 一匹狼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 最多可以维持17天不吃东西 不过由于超过这个实现后 狼就会面临生命威胁 所以狼在饿到一定程度时 会想方设法地出来捕猎 相比于食物充足的狼来说 饿狼更加难缠 且其在特别饿的时候 也会去捕食一些平时不吃的动物 甚至是植物 可以说狼的食性变化很大 因为狼在狩猎时 多以群体发动进攻 这个群体通常就是一个狼家庭 狼家庭成员一般为5至10只 当中有一匹领头的熊狼 包括它在内的所有熊狼 被分为假一笔各个等级 而雌狼同样是这样的 除去这些成年狼 狼群中还有幼狼 相比于其他狼 狼家庭中的优势熊狼和优势雌狼 就像是大家长 其中优势熊狼的地位最高 当狼群捕捉到猎物后 优势熊狼会第一个享用 随后再按照森严的社群等级 让剩下的狼去吃 且这里需要强调一点 狼是执行一夫一妻制的典型动物 但其实在狼群中 优势熊狼拥有和所有雌狼交配的权利 不过优势雌狼会在优势熊狼精神出轨的时候 阻止优势熊狼与别的雌狼交配 以确保后代的基因足够优秀 可以说在狼家庭中 优势狼和等级高的狼待遇要好很多 而低级狼的生活就不那么舒心了 他们所能够分到的食物都是等级较高的狼吃剩下的 且在猎物不大的情况下 低级狼甚至可能会饿肚子 最关键的一点是 低级狼没有自由交配权 狼群中的雌狼几乎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 低级狼只能自己想办法争取交配权 以保证自己的基因可以延续下去 通过人类对狼群多年的观察 有关学者认为 低级狼想要延续自己的血脉 主要有四种途径 由于低级狼无法改变狼群的种群制度 想要拥有交配权 低级狼就必须提高自己在狼群中的地位 比如说直接挑战优势熊狼 当然一般情况下 低级狼很难打败优势熊狼 但若是碰上优势熊狼已老 或者优势熊狼本身存在问题的时候 低级狼也可以取得最终胜利 成为狼群中心的优势熊狼 而当新的优势熊狼诞生后 曾经的优势熊狼就是被驱逐出狼群 独自在外面漂泊 有些幸运的被驱逐者 或许会遇到其他雌狼 和雌狼一起重新打拼 或许会选择另外一个狼群加入 在底层折服 找机会挑战这个狼群的优势熊狼 重新成为狼群的首领 或再度被驱逐 也或许在外孤独终老 抱憾离去 至于狼群中的优势雌狼 也主要有两个结局 一是被新的优势熊狼青睐 继续担任社群中的优势雌狼 二是沦为普通雌狼 看着新的优势雄狼 将新的优势雌狼送上高位 除了那些挑战社群优势熊狼失败 被迫离开狼群的低级狼以外 还有很少的一部分 低级狼也会选择离开 去外面的世界寻找机遇 因为一个狼群的规模相对较小 低级狼如果可以征服自己遇到的 同样在外漂泊的雌狼或小狼 就能够成为这个小社群的优势熊狼 从而获得交配权 相比于挑战优势熊狼 这种繁衍后代的途径成功率较高 正常情况下 狼群中的狼会严格遵守纪律 但也有一些控制不住自己的低级狼 在进入发情期后 强行与其他雌狼交配 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 低级狼只有一个结局 只是通往这个结局的过程不同 要么是被发现后 直接赶出狼群 要么是暂时瞒天过海 直到其他狼 发现有雌狼无故怀孕 然后被赶出狼群 至于其后代 有些会被直接咬死 有些则会被抛弃 仅有极少数可以幸存下来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低级狼 在没有脱离原属狼群的情况下 遇上了外来的雌狼 并私自交配 由于这种行为 很容易威胁到优势熊狼的统治 会让狼群中的其他低级狼 生出异星 故而被优势熊狼知道后 低级狼就会遭到惩罚 但因为优势熊狼 不会去连带着找外来雌狼的麻烦 所以低级狼还是有较大概率 可以拥有自己的后代 不过总体来讲 成为新的优势熊狼 与另起炉灶更加稳妥合理 像其他两种繁衍后代的途径 低级狼也很少去选择就是了 除了没有交配权的低级狼以外 其他熊狼可以通过国斗 获得和狼群中 普通雌狼的交配权 每当熊狼进入发情期后 通过决斗诞生的优胜者 便可以通过叫声 吸引雌狼 繁衍后代 等雌狼怀孕 病淡下幼崽 雌狼会留在洞中看护幼崽 而熊狼则外出捕猎 幼崽在成长过程中 不仅会得到父母的照顾 偶尔还会得到狼群中 其他成员的看护 等到幼崽长大后 他们就会逐渐担任其捕猎和防卫等任务 有意思的是 在雌狼进入发情时 雄狼就会直接将自己的幼崽赶走 让他们独自在外生活 就像是两个要过二人世界 嫌弃自己孩子暗眼的普通人类家庭一样 而等到小狼达到性成熟后 他们也会寄予起优势熊狼的地位 毕竟那个位置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诱人了 故而一旦有机会小狼就会发起挑战 如果成功了便成为新的领头狼 但如果失败了 或许会选择离开 也或许会继续折服 这就要看小狼自己的选择了